小芳你剛剛秀出了那一個以色列人 坐了飛機要回以色列 這裡面很多是高科技的人才在美國 很多在美國生活得非常好 看到有的人是國家有難 大家往外逃 他們是國家有難 從世界各地 甚至他們有的是雙重國籍 都拿到別的國籍了 趕回去要保護自己的家園 我看到那一幕真的很感動 因為其實這幾天我看了很多CNN跟BBC的一個報導 因為我發現在這些所謂的屯肯局 就他們叫Kaboost的這個區域當中 他們有很多人 事實上他們有美國籍 他們有歐洲國籍 但他們就是因為 過去就是支持以色列 所以他們回到以色列 就沒想到在這場大屠殺當中 他們有親人有家人 被俘虜或甚至於被殺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們呼籲更多的以色列人 更多的猶太人回來來加入他們的聖戰 要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 保衛他們自己的家人 所以能夠打仗的就上戰場打仗 你現在看到在加薩走廊的邊境 這個幾乎所有的邊境 你看他們有的開自己的車 有的是就是以色列的IDF 他們就是把所有的這些後備軍人 全部都載到前線 他們已經在做準備了 那個車子到前線是塞車的狀況 他們竟然說就在這24小時 48小時已經動員了30萬後備軍人 而且從世界各地 而且槍都已經發了 男男女女 都有 不得了 那些後備軍人先回來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 這真的是讓我們非常震撼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 譬如說馬文君 會有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他竟然洩密 不管是為了他自己徒利也好 或者是洩密 只是為了要破壞潛艦國造 這個是攸關你我的身家性命 他竟然只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然後包括像黃真輝 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如果我們國內有這樣子的敵人 我們剛剛看到了還有這麼多戰鬥欄 今天其實剛才我跟陳以信委員同臺 他說他只是遲到 在不然他也會加入 所以不只這33個立法委員 還有第34位的叫陳以信 他說他也要加入戰鬥欄 戰鬥欄是要幹嘛 他們是要破壞台灣 我們未來的發展 像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立法委員的票 你能夠投給他嗎 所以不管投給 這上面的王洪威 陳彥秀 侯安婷等等 每一個人你就等於是投給馬文軍 這個對於台灣 我們每一次在選舉的當中 我們都要提醒所有的選民 所以東浩 看到 我只要看到那一幕他們趕回國 而且很快的30萬的後備軍召集 我真的感動 其實有一些野事人也在思考的時候 跟巴斯坦之間該怎麼辦 可是這次的悲劇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如果自己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哈馬斯就是要把以色列趕離開中東 你再去想想看烏克蘭 烏克蘭如果選擇跟接受普丁的統一 也許他們有戰爭 可是那個烏克蘭是什麼樣子 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樣的 你如果 你如果不認出自己 可以啊 你可以選擇跟中國統一啊 不會有戰爭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面對的是什麼 מצ общем 有戰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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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